在旧约还有新约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对于撒玛利亚人的看法。 在旧约里边,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仇敌。 有一次当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来到他们这里,然后想要参与一同建造圣殿。 当他们被所罗巴伯给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敌对犹太人。 所以他们耍了许多手段甚至是政治手段来让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停了15年。 他们跟别的种族的人一同联合起来,来让犹太人的生活变得很艰难。 所以撒玛利亚人还有有代人,他们的一个纷争,他们就一直加剧,甚至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也... 也认为说,他们把撒玛利亚人这个词看为贬低人的一个意思,好像是一个骂别人的一句话。 然后有大人他们不想要再行走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条直通的路可以行,但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宁愿过约旦河两次,然后再去到耶路撒冷。 这是撒玛利亚人还有有大人他们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他们谈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好像没有像旧约的时候这么严重。 好像是更加的... 是正面的。 对,是正面的,当自己他们说。 然后约翰福音也是很有趣地比较了撒玛利亚人和有大人。 耶稣来刺责尼克迪姆的无知。 但是对于撒玛利亚妇人,他却很耐心地帮她解惑。 之后我们就读到撒玛利亚城里的人,他们来到雅各井这里来寻找耶稣。 因为他们从撒玛利亚妇人口中听到有一点关于耶稣的。 他们到耶稣面前来祈求耶稣留住, 因为他们想要直接地从祂那里听祂的话。 犹太人他们也是寻找耶稣。 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了五饼二鱼这神迹的奥秘, 因为他们吃了那个饼之后,他们很享受耶稣给他们的食物。 在撒玛利亚城的人们,他们在耶稣留住了两碗之后,就相信祂是救世主。 但是犹太人他们来寻找耶稣。 当耶稣跟他们讲述了生命的粮的教训, 很多就离祂而去,甚至是祂的一些门徒。 然后在约翰福音他也提到了, 有十个长大麻疯的人得到耶稣的医治。 只有一位回来来感谢还有赞美神。 而那一位是一位撒玛利亚人。 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是有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 当我们谈到好撒玛利亚人,他一定是要跟不好的来做对比。 那不好的是谁呢? 是祂是祭司还有利维人。 我们可以看到,当新约谈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 是更正面地来提及他们。 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也是更加的能够看见。 所以我们要来看以色列还有犹大国, 他们这两个国会成为一个国。 这是我们每日与主更近的圣经读成表的这个道庭的地方。 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耶稣也从以西节书那里摘取, 来向这位撒玛利亚人说。 他说我还有另外的羊不属于这个, 另外一些羊不属于这个,我另外有羊。 我有另外的羊不在你们群里。 就是有带群里。 我也会教他们回到这一个牧群里。 归一群,归一幕。 归一群。 这句话是从以西节书里摘取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及的两次耶稣很重要的交谈。 这两个教导跟我们的圣经教导是跟救恩有关的。 就是在第四章里面的活水的交道。 还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生命的粮的交道。 他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有关于活水。 就一位妇人。 然后对生命的粮的这个教导他是向一群人在加坂农这里向他们述说。 这些撒玛利亚人还有那些犹太人他们都同样的来反应。 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反应。 不是一个反应,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 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达水。 他说,把这水给我。 然后让我们来看第六章。 第六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三十四节。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虽然他们这边两个反应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要求的态度却不一样。 他们的期盼是不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翻回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让我们读第七到第十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她,她也必早给你活水。 耶稣向着撒玛利亚人讨水喝。 耶稣向着撒玛利亚人讨水喝。 他这么做之后,最终也没有得到一口水喝。 但是祂想要把这个水,这个话题来带入。 因为祂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灵命是非常饥渴。 所以耶稣不止没有得到一口水喝,反而祂将活水来邀请,来将这个给赐给撒玛利亚妇人。 因为祂领命的饥渴,祂在祂的人生中创造了一大堆的混乱。 我们来看16-18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4章,16-18节。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这话是真的。 你看她的人生有多么的糟糕。 她有五位丈夫, 然后她现在跟同住的人不是她的丈夫。 我们不知道她的背景, 但是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在她的生命中,我相信她在婚姻里得不到满足。 她可能离开丈夫或者是她丈夫离开她。 无论如何,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这其实也蛮让人惊讶。 她现在也不再追求婚姻了,她就跟一个男人统住。 耶稣他揭开了她私生活的混乱。 她也承认了,而且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还有现在跟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住, 是她整个人生的一个体现,写照。 因为在29节, 当她向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述说的时候, 她的见证是什么? 她说,来你们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 然后她也将基督这个话题带入, 因为她问了,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 她很希望将这些城里的人, 让他们去认识这一位基督。 耶稣只是将她的人生描述出来, 就是她有五个丈夫, 然后现在所同住的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她向这些城里的人说, 耶稣将她素来所行的都一切告诉她。 我相信耶稣没有跟她说她早上吃了什么早餐。 但是她有五个丈夫, 还有她现在所住的不是她的丈夫, 这些代表了她生活的写照。 耶稣也给了她真正的满足。 但是她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发问。 她不知道如何来寻求这个人生的满足。 她也不知道该寻求什么。 她也不知道该向谁来寻求。 第十节,耶稣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的缺乏, 你如果真的知道神如何看待你所需求的, 然后你知道我是谁, 你就会向我这里要取活水。 她不知道她要什么, 所以她去跟过了五个丈夫。 她不知道什么会给她真正的满足。 她一个一个尝试。 我们不要来诋毁她, 因为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虽然不会一直换丈夫或者是妻子, 但是我们会换我们的爱好, 会换我们的车, 会换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寻求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对旧的东西感到厌倦。 我们一定会寻求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 这是她的人生。 然后在15节说, 她向耶稣要求, 请把这水赐给我。 她现在知道怎么问了。 但是她也不明白她在问什么要求。 但是她也不明白她在问什么要求。 她不知道耶稣给她的是什么样的要求。 她说, 但当耶稣把她的问题指出的时候, 她就将她的注意力转向属灵的世上。 因为耶稣用这个机会来说, 叫你的丈夫在这里。 你不明白我再将活水赐给你。 那我就告诉你这活水可以帮你做什么。 她会让你得到满足。 她会得到你所有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要告诉你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她才发现这个人告诉我的是我一生。 当她了解了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她就将生活所长, 然后换成了属灵的要求。 因为19节说, 她的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她说这句话不代表她相信耶稣单单只能说出有关于她事。 她不把耶稣当成算命的事。 因为耶稣所说的指出她心中真正的需求。 因为她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之后, 她就谈到敬拜的事。 她没有说我知道你是先知, 那你告诉我,我该如何找一个更好的丈夫。 因为她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之后, 她就说我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但是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礼拜。 她开始谈论敬拜的事情。 这个女人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她就代表了她的眼睛现在已经向她的属灵需求来打开。 她也可以认识耶稣是一位先知。 但是这个跟等一下我们读有关于犹太人的反应是一个对比。 犹太人缺乏了这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认知。 当她谈到了敬拜的事。 然后耶稣和她有了对话。 谈到了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她就开始了这个弥赛亚的话题。 在25节。 有个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她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她说,她从她的教养中知道弥赛亚要来, 她知道弥赛亚要来, 而且她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她会将她一切所需要的告诉她。 你认为她说,在这里说的一切的事,指的是什么? 是来推翻罗马政府吗? 来增进我们的日常的需需吗? 不是的,是让我们更亲近神。 因为在这里对话谈到的是敬拜。 她在这里说到一切的事,我们还记得吗? 当她去撒玛利亚城告诉那些人的时候,她也说, 耶稣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告诉我。 当耶稣指出她在灵命上的饥渴, 她就记起来弥赛亚要来了,而且她也知道这位弥赛亚会将她从灵命的饥渴当中来取出。 这位弥赛亚他会教导我该如何来过我的生活, 来让我的生活不会是这么一团糟。 然后在16节,耶稣就向她揭露说,我就是你说的,就是她。 然后因为这句话之后,她就把所有她生命的问题都跟耶稣做了连结。 是的,她知道我一切所行的事。 因为她说,弥赛亚来了,她会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然后这一个人告诉我,她就是她,就是弥赛亚。 是的,她知道我有关我一切。 既然耶稣知道我的一切, 有原因相信她就是基督。 如果她是基督, 她就会教导我一切,包括如何解决我生命中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个对话就在这里结束,而且这个对话对她有一个很深厚的影响。 28节告诉我们,这妇人留下她的水罐子,往城里去。 她控制不住她的兴奋。 她本来来到这里是要来打水的,但是她现在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她只是知道她要去到城里。 当她来到这个井的时候,她知道她要来取水。 然后她说,耶稣你给我水好吗? 因为我不用这么远来这里打水。 然后现在她是说, 好了,让我们忘了打水这件事。 我一定要去到城里。 我一定要去到城里。 我要告诉那些人。 我遇到了一个知道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 她很有可能是基督。 然后她将别人带领到这里来。 她向那些人说,你们来看。 真的,他们过来也看到了。 然后39到42节, 他们相信了这个妇人,她们去哪里。 他们请求耶稣留下来住几天。 耶稣留下来了两天。 那结果是什么呢? 她告诉这妇人,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结果就是这妇人自己相信, 而且城中的人也相信。 虽然当她一开始说, 将这水给我的时候,她不是完全明白的。 但是她的态度是正确的。 她以这么一个美丽的结果来结尾。 她是一个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 她有她的需求。 那么犹太人, 我叫犹太人是寻柄的犹太人。 一个寻求的一个人, 跟有需求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来看第六章。 26-36 约翰福音第6章26-36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只是父, 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的, 就是做神的功。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如今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 主啊, 长江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这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 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36节,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所以在26到27节, 当耶稣看到这些犹太人来寻求他, 他就把问题直接地指出, 他就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不是说, 我可能告诉你。 他就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不是说, 我可能告诉你。 他说,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报。 然后耶稣谈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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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个干渴的撒玛利亚人, 他有一个需求。 有需求的人跟在寻找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人在寻找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需求, 你没有选择的。 这妇人她有一个需求, 但是不知道如何满足。 所以她没有来临近耶稣。 但是耶稣知道她的需求, 然后她去来找这个撒玛利亚人。 但是这些寻柄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在寻找东西,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就是为来寻柄。 因为耶稣说, 你们是因为吃饼得报来找我, 而不是因为生机。 我不认为他们只是单单的来找面包。 我不认为他们只是单单的来找面包。 但是他们认为耶稣可以将他们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东西赐给他们。 就好比来推翻罗马政府, 成为王。 他们想要将他封为王。 然后我们就会不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就会有许多的钱。 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寻找的是错误的东西。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是寻求错误的东西。 他就说,不要为这些暂时性的东西, 属世的事情来寻求。 但是要寻求那些存到永生的。 你现在寻求的是错误的东西, 现在我给你的一个是可以更好的。 耶稣提出来的是他们, 真正的需求,就像这撒马利亚妇人一样。 这些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在树林上方面是营养不良的。 就像这个撒马利亚妇人在树林上面是干渴的, 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树林方面是营养不良的。 耶稣说,你不是因为这些神迹。 所以在中文圣经说到的是神迹, 但是在原文还有英文是说你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神迹背后的真正的信息。 他们吃了饼。 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 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远超过一位便饼的一位机器。 这个妇人把耶稣看为一位先知。 这个妇人把耶稣看为一位先知。 当耶稣告诉妇人她是基督的时候, 这妇人没有拒绝,因为她愿意相信。 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看到这迹象。 因为他们看不到耶稣她真正的是谁。 撒马利亚妇人在她认识耶稣为先知之前, 在四章十二节她问了一个问题。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而且仅用这么深。 你难道比祖宗雅各还要大吗? 但是当耶稣把她一生的事情告诉她的时候, 她就开眼了,然后说她就知道她是位先知。 所以这也回答了她之前的问题就是, 你比雅各还大吗? 但是这犹太人呢? 当耶稣说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利, 然后在二十节她说, 要为那避坏永远永生的食物劳利, 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 然后第三十节他们说了什么呢? 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他们没有在这个辩柄的故事当中看到神迹。 他们不明白当耶稣谈到那传道永生的食物是什么。 然后她又在要求神迹。 这跟撒玛利亚妇人不一样, 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眼睛就马上开了。 她被推动着来相信, 但是她也允许自己被推动来相信。 但是对于这些犹太人,耶稣推了他们。 但是他们转头向耶稣说, 你要给我们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信你。 耶稣说, 这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因为当他们问耶稣要求一个神迹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 我们的祖宗在矿野吃过麻纳。 我们的祖宗在矿野吃过麻纳。 就好像在挑战耶稣。 是的,我们看到了五饼二鱼变成这么多的食物, 然后还有五个篮子剩余的。 但是除此之外, 你又能做什么让我们相信呢? 换句话说就是, 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不足够让他们相信。 然后他们又来对比了他在矿野的祖宗。 他好像在挑战耶稣说, 你是否可以将饼从天上降下。 就像撒玛利亚妇人问的, 你是比祖先雅各还要大吗? 所以这边就是好像挑战说你是比摩西还大吗? 然后耶稣说, 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我要将生命的粮来赐给你。 让我们来读35和36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但是后面又说, 你们见我还是不信。 耶稣知道他们是不信的。 就像耶稣知道这妇人, 他知道这妇人有需求。 我将她的需求指出来, 她就会被推动着来相信。 但是对于这些犹太人, 耶稣看到他们不愿意相信的心。 他就说你们不信。 他就说你们不信。 我对你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然后41节, 这犹太人向耶稣投诉。 因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因为他们没有期盼到他们要求的饼是耶稣本身。 在34节说, 主啊将这粮赐给我们。 然后要将这粮长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这神明的粮。 然后他们肯定是吓到了。 然后他们就埋怨, 难道是这个吗? 但是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之前没有什么来接。 但是她还是可以, 当耶稣说到她是基督的时候, 她还是可以, 她还是可以, 相信也愿意相信。 但这些犹太人, 耶稣说在36节说, 你已经看见我。 话句话说, 你已经看到有关我一切了。 你听到我的教导。 你看到我如何关心贫穷还有, 你也看到我和天父的关系。 你看到我行的许多神迹, 但你不相信我。 你知道耶稣是多好的一位老师吗? 他的方法是如何, 是多么的有教育学。 在他变饼来喂饱这些犹太人之前, 他先教导他们。 因为他先教导他们, 因为他们之后都饿了, 所以耶稣不忍心将他们饿着肚子来让他们回去。 然后之后他就变了这个神迹, 而这神迹是可以支持他所先前教导的。 但是他们没有看见。 好了,你们没看见就算了, 现在你们来到我面前。 我将我刚才所行的神迹解释给你听。 我教导你, 然后我将神迹行出来给你看, 然后之后我又再向你们解释。 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他。 所以在52节, 这犹太人彼此争论。 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在撒玛利亚城里的人, 他们也相信耶稣。 但是这些犹太人彼此争论。 这是如何大的对比。 然后在第66节, 这些犹太人彼此争论。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他一切的开始就是, 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但是那撒玛利亚人呢? 他们也是以问题来开始。 这个妇人有一个问题。 难道这就是基督吗? 或非这就是基督吗? 然后他们的结尾就是, 现在我们信了, 我们知道他是救世主。 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怎能导致他的门徒离开他? 然后, 莫非这是基督? 这个问题导致撒玛利亚人信他。 因为问题问的背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以疑惑来问。 另外是以一个来寻求真理的态度来问。 我们是可以问问题的, 但是要愿意相信。 作为结论, 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雅各书的四章 第2到第3节。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忘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中。 这是这世界的问题,每个人都不满足,每个人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 第一,他们不知道如何问,所以他们不问,第二,就连他们问,他们也以错误的原因来问。 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问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问,但是她对于耶稣提出的东西感到有兴趣, 但是犹太人他们以错误的原因来问,然后他们对于耶稣提出的东西感到厌倦。 我们是属于哪一群人呢? 我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比较差的人。 你还记得耶稣的门徒想要将火从天上降下吗? 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想要来迎接他们。 但是这撒玛利亚人一开始也不想将水打给耶稣喝。 但是后来她相信了。 她也带领别人来相信。 在约翰福音这一切的对比哪一个才是更好的? 让我们现在来唱诗362首。 谢谢。 请回答。